AT-3教练机的失事记录评传 从1990年以来就有13架坠毁 由于这款机型配除的年限到民国110年 不免让外界担心这一次的失联是否跟老旧机型有关 AT-3教练机熊啾啾的飞上云霄 这是空军官校训练飞行员的专用高级训练机 更被国家地理频道继台湾精英战士雷虎小组后 再推出台湾精英战士傲气飞鹰的两支纪录片 不过今天上午却有一架训练机 从岗山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失去联络 其实从1990年以来 只有13架AT-3坠毁造成9名飞官罹难 是否跟机型老旧有关 国防立委林玉芳表示 AT-3性能优良 失联原因应该和机型无关 AT-3这一款的高轿机 基本上妥善力是不错的 那这个轿官 飞机上的轿官的飞行时速 也将近1500小时 所以看起来这个技术上面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军事专家施孝伟表示说 AT-3至今服役已经超过30年 是汉翔公司所生产中性能相当优良的类型 至于失联原因 是否跟今天所执行的一季飞行科目有关 AT-3是一个前后重列的双座 那飞行员他会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 然后用一个罩子把他整个人罩起来 让他完全看不到 就是飞机座舱外的这个景物 然后仅借由就是说他本身 飞行员面前的这个仪表的读数 来判定他的飞行的这个状态 速度高度位置 而去年10月雷虎小组成员 装备员中校不幸殉职 空军决定买高级教练机 2017年开始编了预算 制制或外购 而如今再发生AT-3教练机失联 恐怕也将加速启动相关建案作业 记者李志华 张子佳 台北报导